想要扳門號換手機 通訊行人員一手包辦 但卻有民眾找了知名連鎖通訊行 扳新門號和林源手機 懷疑店員動了手腳 2月8號林小姐到竹南一間通訊行 辦理過程中連續簽了四到五份合約 沒注意簽了什麼 但看到其中一張是中華電信續約書 但林小姐沒想續約 簽了後發現不對勁 請電員馬上把合約撕掉 6月去查發現門號竟然續約了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有去續約 我有請中華電信幫我調 經過一查才知道說原來是這個通訊行的電源 這是用話數一直牽引你去簽什麼名字 應該都是有簡訊來告知 有的人會認為是詐騙 可是你曾經做過續約這個動作 但你不要的話 跳出這個簡訊你就要趕快打給客服了 林小姐認為自己遭話術 聊天過程中就簽了好多約 除此之外 林小姐還說後來她還收到退款費用 她跟我說中華電信我如果沒有續約的話 有錢可以退 我有去查她是選一千五把手機責任給她 實際詢問到承辦人表示 一切都走正常流程 代辦續約都會經過本人同意簽名 並拍照並沒有圖利可言 現在就走法律程序 讓司法揭露真相 三地新聞王晨鈺 羅佩宇台北采訪報導 請留意 王晨鈺